今日话题由奔赴暂时播出 请上painforce.com发现更多葡萄酒加妙 奔赴欲见不凡 请礼心饮酒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年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明天是超级星期二是初选的日子 我们加州也要进行初选 那么在加州的初选的选票 不管你是住在加州的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选区 选票上都会有一个提案 在明天的初选的选票上 加州范围的全加州的提案 就只有这一个 叫做一号提案 这个是由加州的州长纽森他所提出来的 简单的说 他就是为了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所有的无家可归的人 是第一 有精神或者是心理疾病的 无家可归的人 第二是有毒瘾的 酒瘾的这些无家可归的人 他帮助这些人 第三是退伍军人 第三就是退伍军人 但退伍军人主要是住房的帮助 所以呢 他就是要给这些人提供什么呢 要给这些人提供治疗精神心理疾病和成瘾的床位 要增加一万个 当然这是不一定到一万个 但是我们就说假设是一万个 同时呢 要提供几千个这个住房单位 其中保证2350个住房单位呢 是给流落在街头的退伍军人的 那么这个是 钱哪来呢 钱是这样子 两笔钱 一笔钱呢 是百万富翁 不是以前征收了百分之一的所得税吗 这个大部分交给各个县 社区 就是地方去使用了 现在这部分的钱呢 至少要百分之三十提出来以后呢 交给州政府来使用 重新分配这笔钱 同时还要增发 叫做64亿美元的加州的政府债券 这个事情啊 其实明天就投票 我们为什么先再讲呢 你应该早一点讲 但是原因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什么呢 整个今年加州的初选投票就这一个 提案就这么一个 而其他的一些人我们为什么不讲呢 因为那些候选人 你说拜登有什么可讲的 川普有什么可讲的 你心里面 早就知道了 早就知道你想投谁了 那么参议员 政议员 这个我们之前稍微跟大家讲了一下 我相信这方面呢 很多人是跟着党走 对不对 我是民主党人 那么我不管 我就投那民主党人 我是共和党 我就跟共和党走 所以跟着党走 这也没什么问题 或者有的人就是看 比如说谁提出来对于犯罪 更加的严厉的管制啊 什么之类的 我就投谁 所以那些方面可讲的不多 原因就是在一大堆的候选人当中 混了一些凑了一些凑热闹的人 那些人不是说他们不值得提 而是说毫无意义 在这是你花了很多时间讲的这些人也没有什么意义 真的是一点机会也没有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们比较晚提这一号 因为这一号提案 坦率讲通过的可能性恨不得就是百分之百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加州的参众两院通过还不说 而且它是民主党共和党都支持的这么一个东西 它又是触及到一个比较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一个无家可归的问题 它又是碰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它需要有一些人照顾一些退伍的军人 你知道在加州有17万1500人 是叫什么 叫无家可归的人 而其中的退伍军人是10400名 是这种情况 那么现在州政府说要解决我最近一段时间 可能在过去的一两个月吧 只要我上YouTube 就是纽森 就在那儿 我不知道他花多少钱做这个广告 到哪儿都是他在那儿说 或者是一些退伍进人 或者是一些流浪汉在那儿做广告 就是说我们无家可归什么之类的 我们这个有精神问题得不到照顾 那么反对他的人是什么人呢 反对他是非常的少这些人 但是其中之一呢 是有一个所谓的分离组织 它叫什么加州的美国心理健康这么一个机构 他是这么反对的 他说咱们加州啊 遇到问题就花钱 遇到问题就扔钱 这是不对的 你要找到这问题的根源 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对这个问题 接下来的回答是 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我没有看到他这个回答 什么叫问题的根源呢 我们试想一下 就五几年 美国的一些地方 包括加州什么地方 可能没有这么多无家可归的人吧 你说那是因为人口增长啊 或者什么的 怎么现在这么多人有精神问题啊 这是 这次是根源嘛 对不对 但你告诉我 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就是满街的这种 从他的举止行为看上去都是非常不正常的人 这是为什么 再一个问题请你回答我 为什么这些人吸毒的人这么多 为什么这些酗酒的人这么多 为什么这些服用安眠药 什么芬太尼这人这么多 为什么以前没有啊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再有 怎么退伍军人一个个都疯了 咱们说难听的 是怎么回事啊 是怎么 是这个国家发动了太多的战争吗 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 为什么通过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 老百姓先关心一个 我知道咱们社会问题 你动不动我的钱 不动啊 年薪超过一百万 拿吧 对 不动我的钱就可以啊 所以呢 这就是不要在我的后院吧 这个很多的心里都是这样子 我完全支持 解决游民的问题 我完全支持 让他花钱 对 在别的地方盖 我就支持 别在我家后院盖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是这个心理 让别人花钱怎么花都没关系 不关我的事 所以就是这么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你也不要太乐观 说花了这笔钱 加州的移民问题 或者我们洛杉矶的移民问题 就马上就解决了 很明显的有好感 有好改 明显的减少了 从我现在目前看到这个资料来看 不会 原因就是说 刚才说了 在加州 整个全加州现在统计 当然不可能非常准确的 精确的统计 但是现在统计大概有 我刚才中讯说是17万多 但是我看有的媒体是说是超过18万 这个18万 17 8万的无家可归的人 在我们整个的洛杉矶县就超过75000个无家可归人 你如果去洛杉矶市中心 你去看一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 那南加州除了洛杉矶那个城县也有很多 不用市中心 什么Echo Park 很多地方 很多这种城市都是 路边都是帐篷 这个高速高架桥下面 你看很多的公园里边一点点被侵占 所以呢 这个无家可归的人非常的多 那么现在他是说 解决那个治疗的床位 那个1万多个 你可能看不太到 他说是还要包括4350个住房的unit 住房单位 其中2350个不是要给那个无家可归的人 就是给那个就是退伍军人嘛 那好了 这4350个在整个的18万里头 大概能解决多少呢 大概能解决2% 3% 所以实际上97% 98%的人还是在路边 你到那个downtown基本上看不到 这问题就明显的解决了 所以现在这个加州非常头痛 不管是旧金山 洛杉矶还整个加州 都非常头痛的一个是 就是这个无家可归的游民怎么办 每天都说我们住房不够 要解决 要给他们盖那个经济试用房 但是盖哪去了 我还是没看到有人减少啊 欢迎记住听友 中讯和高年为你组织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在这个加州初选的时候 选票上的一个一号提案 这个是今年的初选当中选票上唯一的一个全加州的这么一个提案 它我们刚才说过了 它主要是为这个有精神疾病 心理疾病和成瘾的这些流浪案提供帮助的 首先是给他们提供一万个左右的治疗的床位 其次呢要把这个资金的30%左右可以用来盖这个经济试用房 据他们计算的可能可以盖4300多个这个经济试用房 其中一半以上呢是给那个退伍军人的这些流浪汉的 那这个整个的钱呢刚才说过的是资金呢大概是两部分 一部分是这个发行64亿元左右的债券 这个是州政府所发行的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那个百万富翁啊 他们交的那个1%不是增加了1%的个人所得税吗 那这部分的钱呢大概有10%要交给这个州政府 原来好像只有5% 现在更多一点交给州政府 由州政府来支配用在这方面 用在心理治疗啊心理健康这方面 大概这个这笔钱是多少 就是百万富翁增加的1%是多少呢 差不多10亿左右 我们说的是一种债券的发行啊 我们知道发行债券呢 它是这样的 它是由投资方购买 但是当它还给你的时候呢 是带着利息还给你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个直接的问题 这就是反对这个提案来说的一个债务的问题 这个债务呢多少呢 是根据那个利率而定的 可是现在呢 他们认为啊 你这个时候放债呢 是不明智的 或者说你这个时候购买债务是不明智的 原因是到后来这个利率的变化 它会让州政府实际上等你还钱的时候 你还的多 不是按照现在的计算 因为到了 因为它这个是十年嘛 到还的时候还的多 这是他们一个计算 我手里拿的这个大本子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啊 这不就是宣举的这个吗 这个里面呢 大家阅读一下 它这个里面就非常好 就是它赞成的一方是什么意见 反对的一方是什么意见 它就说了这个 这个反对的一方呢 就解释说 你不要以为这个就是老百姓谁也没吃亏啊 对不对 因为你买了这个债券 它还给你啊 带着利息还给你 这谁吃亏了 无价可归的问题解决了 你的钱还给你了 有什么吃亏的呢 他说不是 吃亏的是州政府 他说这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利息成本 他说会高60% 他有一个计算的啊 这个计算 大家可以自己看 他说到最后可以要高出100亿啊 什么之类的 而且呢 他说要数十年才还清 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负担干什么扔给我们的孩子 等于是后代的人 接下来的加州人要承担什么的 但是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 就是监狱的问题 在加州的监狱当中呢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犯人 是有精神问题的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很多犯罪的人 他实际上这个精神是有些问题 他才去犯某一些罪行 那么这个提案的意思呢 就是说支持一号提案的人说 除了解决什么无家可归啊 什么这些 或者退伍金人啊 吸毒啊这些问题以外呢 减少监狱里面的 他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叫做要治而不要罚 他意思说你不要等他犯罪 你再赶紧把他抓起来 在监狱里待着 而是你发现他有病的时候啊 赶紧赶紧给他治了 可是要治这个不就要钱吗 对 这就是他们的理论 所以现在这个 你听那个Newson呢 加州的州长 他推销这个提案的时候呢 他就提到了 他说现在我们实际上是在还债 他是说在60年代的时候 当时这个 当时的加州的州长 后来担任总统的Reagan 里根总统呢 他当时就决定就把那个州立的一些精神病院啊 等于是关掉了 关掉了许多 但是没有盖 或者没有提供更多的这个医疗方面 就是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个服务 所以呢 他说这就变得让加州这个心理不正常 或者是有精神疾病的人增加 但是没地方 没有足够的床位 没有足够的地方容纳 他们可以去看病 所以他说我们欠的 这等于是 恨不得是欠的历史债了 现在我们要来偿还 我们要来还这个东西 要因为加州这个需求越来越多 现在设施越来越少 所以呢 他就说提出的这个一号提案呢 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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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